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星期一下午的直播環節 午視第一擊 現在就和大家看看十大序活躍股份的表現 第一位是騰訊控股 中午收報350.4 跌了1.6 香港交易所中午收報222.4 升5.2 中安在線報94元 升3.5 建設銀行報6.91 升3先 隔離汽車報26.45 跌9 第六位有中國平安報63.6 跌2 工商銀行報6.34 跌4先 中芯國際報9.91 升5.8 中國恆大報29元 跌1.2 第十位有比亞迪股份 報82.3 升1.85 至於十大升幅股份方面 第一位有中國富強金融 升超過三成 信興集團控股升2.5 信利國際升1.7 環宇國際金融升1.6 首都創投升1.5 浪潮國際升1.5 中國投融資升1.2 銀機集團和衛利集團 升超過1.1 第十位有京西國際 升超過1.0 轉底下十大跌幅股份 第一位有太裔國際控股跌1.0 中六跌超過9.0 雅迪控股跌超過8.0 新融羽集團和中國新金融跌超過8.0 第六位有有佳國際跌超過8.0 匯力資源大昌微線集團和白寧達國際控股跌超過7.0 至於第十位有手控集團跌超過6.0 曾經跌超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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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後就一到咬腰 到升30.0 之後亦都繼續收押 行指中收報28,372.0 跌85.0 國企指數就是11,438.0 跌20.0 大股半日成交今晚是581億元 現在再和大家看看沽空榜 半日的沽空金額是46.400億元 第一位有中國平安 沽空金額是4.04億元 佔股分成交超過2.9 工商銀行沽空金額是2.89億元 佔股分成交超過2.5 第三位有騰訊控股 沽空金額是2.76億元 佔股分成交超過1成 建千銀行 沽空金額是2.53億元 佔股分成交超過1成6 第五位有盈富基金 沽空金額是1.89億元 佔股分成交超過3成7 而這一節有請Pierre跟我們跟進後市的走勢 Pierre你好 港股上星期急升超過98點 輕微突破2015年的高位 即28,588點 雖然今天有北水重來 但今早都要回吐 是不是和地緣政治局勢緊張 又再度升溫 以及市場都在觀望 星期三的施政報告有關呢 沒錯 其實見到港股今天回下來 其實我個人認為都合理 因為早幾天來計 以三個交曆天來計 其實升9百多點 其實升得比較急少少 而美股方面其實都是 相對來說 跑贏了美股的升幅在這裡 看港股今天稍微回下來 都是受到一些技術的調整 加上看到上星期五出來的 美國的一些飛龍數據 其實是稍為個別發展 說這首周的失業率比較高 也是因為主要是 較早前9月份的一些 巨峰的因素影響 但是為什麼會有個別發展呢 也是看回勞工的參與率 以及失業率 也創回一個 失業率那邊是創新低的 而這個participation rate 就是上升上來 其實我對公佈出來的數字 我相對來說 也不算太擔心 因為美國方面的通脹數據 以及聯儲局的官員方面 對於未來十二月的加息的一些 憧憬 即加息的一些預測 也都是調升到差不多92%左右 也都是預示聯儲局官員的部分 看回美國方面的一些經濟發展 甚至乎一些未來的方向 也都是稍為偏向好的 加息說美股方面 也都是衷敬較早前一些 即之前特朗普說的一些 個人的稅率 以及一些企業的稅率 是有望減低的 這方面也是市場衷敬這個因素 你說港股方面 見到是衝破了這個 2015年大時代的高位之後 即稍稍回落 我個人來說 這只是一個短期的一些 技術的一些調整 我之前都放了整個禮拜假 也都是之前看法 即是可以看回之前的個人的看法 也都是看回27,000多點的時候 也都是看回一個稍為向好的一些的因素 你說2015年大時代的一些指標 其實指標性強不強 我個人來看就不算太強 我之前也都是 講回這些的看法 也都是不會提及到一個 2015年的大時代高位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市場港股 即是港股 兩年後 其實整個compose 或者整個組合 亦都是不同了 亦都是看回港股方面 某部分的一些上升的巨頭 即是說騰訊 AIA等等 亦都是已經穿破了2015年的一些高位 2015年為什麼說 那一陣是上得這麼急呢 主要是衝進回那時候的一些 所謂的南水北下 北水南下的一些因素 但現在港股方面 對於這個消息來說 已經是完全消化了 加上你看整個走勢圖來計 是慢慢慢慢上去的 相對來說 波幅 甚至乎一條鏡 所謂的保力加的一些通道 的闊度 其實是不算太闊的 所以你說港股方面 個人來看 以拉長時間來計 的話 2018年的第一位 我相信來說 我個人來看 會看三萬點左右 而短期內一些支持位 相信差不多去到二萬八千點 未穿破的話 相信來說 還未需要擔心 暫時看回較早前一些 高位二萬八千六百二十六點 還有一個短期的上網空間 看完港股之後 都同意談談內地的股市 因為長假期之後 A股今天就服侍了 受人行定向降準的利好消息刺激 內地股市半日都是收升 上證指數今早高開百分之1.6% 現在升近38點 報三千三百八十七點 而深圳城市都升近二百零八點 報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五點 接下來十九大 Pierre 你覺得A股勢頭 是否可以持續向好呢 沒錯 A股方面主要看回 接下來十九大的行程 是怎樣 A股最近都受到很多因素 去大動 而今天當然是A股服侍後 一個焦點 當然是講內銀股 甚至乎內地的房地產股等等 內銀股 說定向降準 有機會是令到部分的多餘 即多出來的資金 可以做一個借出的動作 對於未來方面的內銀方面 是有相當的一些衝勁在 但其實看回定向降準這個消息 其實市場方面都是有不同的解讀的 雖然說有機會是有多些資金可以借出去 但其實看回這個因素 對於內銀股來說 其實不是特別大 加上未來 都會在2018年才實施這個定向降準 內銀股都是看回最近方面 主要都是受到一些息差等等的因素 去帶動它 即以基本面來帶動內銀股的一些走勢 最近一兩年來計算中央方面的供給改革 去共缸等等 令到不少的中小企等企業 盈利率改善了 加上有些再實形的一些企業 淘汰之後 相信對於內銀股方面 資產質素方面是有利好在這裏 所以說內銀股方面 主要都是以基本面為主 而內銀股方面 定向降準 是有機會對內銀股方面 是有利好因素在這裏 但都是那句 內銀股、內銀股等等 都是以基本因素為主 內銀股也是說它的銷售 甚至房地產的單一售價方面 仍然是繼續上升的 對於內銀股方面 絕對是一個利好因素在這裏 限制限售方面的措施 雖然限制了二手市場的交投 但反過來想 一手市場方面 既然在二手市場方面 一些供求方面低了些時候 相信有購買力的潛在的買家 都會到一些一手市場方面去買 所以這方面 對於內銀股方面 是有利好的因素在這裏 而A股方面 較早前也說過 衝破了三千四百點之後 相信有些短期的心理關口 衝破了之後 相信會有些調整 但我個人看 仍然對A股方面 相對樂觀一點 所以暫時來看 不會說A股方面 對於十九大方面 有些衝勁在這裏 相信再上去三千四百點 都應該是不難的 謝謝Pierre你的分析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 要財Money Hunter提提你 現貨黃金買入價 1283.13美元 賣出價1283.45美元 現貨白銀買入價 16.9363美元 賣出價16.9623美元 以上資訊由要財Money Hunter提供 在那邊 要財MoneyO 入價 16.007美元